8月9号 由中国国务院乔务办公室指导 中国新闻社主办 中国新闻网 中国乔网 中国华文教育网承办的 2023海外华裔青少年夏季严学营 继第一届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华文化实践大赛颁奖典礼 在中国国家颁奔馆举行 百余名华裔青少年齐聚北京领奖 共赴这场中华文明体验之旅 现场 中国国务院乔务办公室事务局负责人 出席典礼并致辞 中国国家办盆馆副馆长李英 华侨大学副校长万安伦 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 中央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郝宁辉 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彭敏等 为获奖青少年及老师颁奖并发表祭语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璐军在致辞时表示 希望华裔青少年成为文明互建的桥梁纽带 让你们永远保有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并成为文明后建的桥梁纽带 让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一共 天下大同的理念 为更多不同文明的人所了解 池塘人赏明月 自8月6号 此次颜学营开营以来 海外华裔青少年们相继走进国家大剧院 北海公园 清华大学等地 既感受了古老中国的传统魅力 又体验了青春中国的现代律动 活动现场 节目表演和揭晓奖项穿插进行 部分获奖者带来了极具东方韵味的文艺表演 并分享了自己与中华文化的故事 优秀教师代表吴红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已有12年 这次的研学对他来讲难忘而珍贵 以前我们作为汉语教师工作者 只能在书本上 多媒体上 给学生传授中华文化知识 但是这次我们把学生带到了中国 带到了北京来 让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强大一些中华文化魅力 我私下里问过很多学生 他们下定决心回去以后 要把中文学得更好 他们想来中国留学 大赛金奖获得者来自澳大利亚的 九岁男孩范嘉玲告诉大家 自己的妈妈喜欢古诗 爸爸喜欢书法 自小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她 也立志成为两国间的小使者 为文化交流互建贡献力量 上周末我们一家人一起在吃午饭 我妈妈把机票已经订好的事告诉我们 我高兴地跳起来说 我们要回中国了 我们要回中国了 爸爸惊喜地盯着我说 儿子 我很开心 利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字 我问爸爸哪个字 爸爸说回字 回字代表我们来自中国 所以是回中国 是的 爸爸妈妈都出生在中国 我们的根就在中国 中国文化艺术在澳洲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我会坚持学习中文和书法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后成为一个文化小使者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传播 有爱和力量 颁奖典礼结束后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温怀南 为华裔青少年带来了一堂中华文化课 带领他们透过文物 从历史中看中国